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日前第一十届博班克国际电影节 与洛杉矶博班克市拉开了序幕 以表彰关注社会问题 以及具有文化多元性的电影从业者 Burbank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成立于2009年 其组委会评委由好莱坞业内各工会成员人士组成 其中包括Iron Man 3的编剧导演Sean Black 奥斯卡奖的化妆师Rick Baker等 为了鼓励各类型的优秀独立电影制作人 该电影节提供了20多个奖项与特别奖 为出入好莱坞电影产业的从业者们提供展示平台 在鼓励独立电影制作的同时 透过电影发行的机会培养新锐制片人 我非常感谢美国与中国与美国与美国与美国 我们很感兴趣在这里播出中国的电影 我们也有明星期的电影和外国电影 活动当天举行了红地毯招待会 以及媒体与参展者的问答环节 组委会主席Jeff在采访中表示 欢迎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者来到世界媒体之都 该会了解独立电影的艰辛与多元化的重要性 因此设立了多类别的奖项来鼓励新人 并成立学生制片人项目 希望Burb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能够真正促进独立电影的发展 据介绍本届电影节有20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入围参展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纪录片《摩苏人的扎美寺》 颁奖典礼将于9月10日举行 凤凰卫视实际记者航地洛杉矶报道 视频里面有无论别的地方 是的 感谢观看